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Rick 我们聊了印尼禁止煤炭出口 也简单提到了铁矿石 我的朋友也想问一下 铁矿石在经历了去年大起大落之后 近期又开始上涨 近期铁矿石价格上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还能涨多久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021年铁矿石的走势 2021年铁矿石可谓是经历了大起大落 从1月份的150美元附近 随着疫情的爆发 在全球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之下 商品泡沫逐渐显现 大宗商品的价格屡创新高 铁矿石的价格开始了长达7个月的单边上涨行情 最高的时候铁矿石的价格达到了近230美元一吨 最后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大幅回落 从7月30号铁矿石的价格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11月时低点曾经跌破了90美元一吨 也正是从这个位置铁矿石开始触底反弹 目前铁矿石价格来到了128美元附近 如果划分一下 2021年全年铁矿石价格走势 主要分为以下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月至4月 铁矿石价格在146美元到190美元每吨附近波动 先是有碳达峰碳中和压缩钢铁产量的消息传出 市场情绪受到压制 后有两会前后严格的限制钢铁产量的政策 整体铁矿石需求薄弱的带动下框架下行 而随着采暖季结束 部分地区限制钢铁生产政策的放松 需求的放量增加 刺激了铁矿石价格的回暖 第二阶段是5月份至7月 在全球货币政策宽松的环境之下 全球钢铁行业走向历史巅峰 铁矿石生产商利润大幅扩张 铁矿的品种结构也向着高品位来调整 品位越高的铁矿石就意味着含铁量越高 铁矿石的价格在5月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226美元一吨 框架的高位就像一把双刃剑 给矿产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的同时 也让其下游行业承受了不少的压力 此时中国出手进行了相关的调控 铁矿石价格随即出现大幅回调 但是由于供需的严重不平衡等因素 铁矿石价格短暂回调之后依旧震荡上行 第三阶段是在7月末至1月中旬 中国出台了更加严厉的打压政策 铁矿石需求预期大幅下跌 铁矿石价格正式进入下行通道 进入2021年下半年 中国各省的粗钢控制政策陆续出台 并且逐步驱延 铁矿石需求的大幅下降 导致钢厂开始主动去库存 铁矿石基本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盘面进行了一个趋势性的下跌 10月份中国部分地区进行了限电错峰生产 叠加华北地区临时性环保限产要求出台 导致铁矿石需求再度被削弱 刚才忘记需求的落空 加上国家对价格管控措施的加强 使得市场行情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铁矿石价格于11月中旬创下年内最低点 第四阶段是11月的下旬到12月月底 铁矿石价格触底反弹 铁矿石自此一路上行 一般来说每年春节前后都是钢铁行业的淡季 上游原材料价格在这个时段内出现这么高的涨幅比较罕见 另外港口铁矿石交易最近明显出现放量增长 钢厂春节补库存力度加大 那这也拉大了铁矿石的需求推高了价格 目前这种短期的需求 释放增量的状态是难以延续的 后期铁矿石在需求上还是略有不足 以及港口库存压力的这种情况下 仍然面临着震荡回调的走势 受到铁矿石价格上涨的影响 矿业板块从去年11月来整体成一个上涨趋势 我们今天主要来看三只关注度比较高的股票 分别是BHP FMG和MRN 相信前两只大家都很熟悉了 有的朋友可能是早早的高位离场 有的朋友为了BHP的股息 选择一直持有 你都没有问题 目前BHP的股价来到了45这个关键位置附近 作为2021年1月份股价高开的缺口位置 以及2021年年中多次下跌时触碰到的支撑位 这个位置可谓是非常重要了 如果后续股价能够强势上破45 并且在日线级别站住站稳 那么这将标志着这个顶底反转的完成 股价将去到45到50这个区间 如果未能完成突破 并且随着铁矿石价格的走低 矿业板块整体股价可能会出现下行的一个走势 FMG股价走势与BHP相类似 但是其技术面上的位置要稍好一些 因为其股价已经站上了19这个关键位置 并且继续上涨 如果不跌破19都可以视为正常的回调 但是如果跌破19这个位置 就要关注其下跌背后 是否会有更加更深层次的原因 以及整个行业未来趋势 是否会出现重大的改变 MRN作为之前跟大家多次推荐的矿业板块的多面手 其业务结构相对来说更能抵御大宗商品市场的剧烈波动 因为其主营业务是矿商的配套服务 而不是单一的矿石售卖 就像淘金时代 淘金客不一定能赚到钱 但是卖铁锹和牛袋库的都赚得盆满钵满 MRN从50附近跟大家推荐 目前已经上涨了近20% 距离历史高点64仅有一步之遥 当然64这个位置的阻力也是很大的 因为MRN也涉足了李矿这个新能源赛道 所以未来对于MRN的潜力是十分看好的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评论加转发 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